今天要講的主角就是這個 鳳仙花 大家比較熟知的鳳仙花 應該是此種非洲鳳仙花 今天的主角鳳仙花 有各種顏色 白色 粉紅色 紅色 紫紅色等等 由於顏色眾多 所以這個花可是以前小朋友們最愛的娛樂 花可以搗碎了當作指甲油來擦喔 鳳仙花是鳳仙花科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花有一個巨 這個巨裡面通常含有蜜圓 所以是昆蟲們的美味自助餐喔 台灣的鳳仙花是1661年由華南引入 一般園藝的非洲鳳仙花則是1966年引入台灣 這兩個怎麼區分呢 首先鳳仙花的植株比較高 非洲鳳仙花比較矮 鳳仙花的葉子比較細長 而非洲鳳仙花的葉子接近橢圓 鳳仙花的花是長在葉翼的下面 而非洲鳳仙花則是幾乎長在植物體的頂端 花形也較鳳仙花平整 鳳仙花在傳播種子上有一些獨特的方法 讓我們來看看它是怎麼傳播的吧 就是很像一隻金魚嘴 然後它的果實就是長這樣 一顆一顆一顆的 這是比例子 這是我的手指 它的種子散播方式很有趣 來來來來來 拿著 好來 有毛耶 你有玩過嗎 沒有咧 你輕輕捏它的果實 輕輕捏輕輕捏 然後然後輕輕捏它的果實中間 輕輕捏喔來等一下 哇塞好難喔 哇塞好難喔 來捏 輕輕捏它 有玩了 有彈出來耶 有玩了 有玩了 它就是這樣子 我要再玩一顆 一瞬間而已喔 它就可以傳播了 對它就會彈走了 你看好多力喔 總之就飛很遠 剛剛飛出好多在地上喔 對對對 然後再彈一顆 來 請 喔 它彈好快喔 然後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現在 現在不是有一個角度嗎 嗯 這個東西 然後小朋友就會把這個啊 這個東西夾在耳朵上 就會變耳環 真的喔 剛好可以 夾四耳環 你不要那麼近拍我喔 就是這樣夾在耳朵上 可是這樣已經打開了 所以有點困難 夾四耳環 對對對 就可以夾在耳朵上 難喔我已經耳環了啦 對 那就穿在我的耳環裡面吧 不是不是這樣 它就可以夾在這邊 來不及了 等一下裂開了 好 就這樣 非洲奉獻也是這樣 一模一樣 它只是非洲奉獻沒有毛 這個有毛 台灣也是有三種原生的奉獻花 但是都分布在山上 漆地比較局限 所以大家也比較不容易看到 這裡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網路上所找到的圖片 第一個呢 是紫花奉仙花 而第二個呢 是黃花奉仙花 這兩個花是不是長得有點像金魚呢 而第三個呢 是栗木華奉仙花 它的命名由來是一個台灣早期的植物學家的名字 它與前兩個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的鋸呢 是直線的 其他兩個是有帶勾的喔 記得以後爬山看到他們的蹤影 要跟他們打個招呼 順便欣賞一下他們的美好喔 我們下次見囉 會會發現 會不會是不成功的 在歸根 會不會是同樣的 形容 連續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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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